网友自述 然后我们一起放学 一起去吃饭 有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课的时候 我就带他出去游玩 这样可以散散心 缓解一下学习上面的压力 我们两人感情非常非常好 渐渐的大学生活即将毕业 起初当我在向我老婆求婚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富裕 要给女方彩礼钱 但是当我和她结婚那一天 我没有带着彩礼钱去接我的老婆 我的丈母娘和老丈人 不但没有生气 反倒还给了我三十万块钱 她说你们家条件不富裕 以后我们家闺女嫁到你们家 不要让她受委屈 这三十万你先拿着 在你们结过婚之后 出去买一栋房子 这样你们两个人 就能够生活得很幸福 我见丈母娘对我这么好 我就拿下了这三十万块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 农村人的习俗和成礼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农村举办婚礼 要通过摄像把这一刻给记录下来 于是在我去接老婆的时候 摄像机已经到达了他们家了 为他们录制了很多视频 当我们结过婚之后没过多久 摄像师就把录音带打给了我们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结过婚之后 能够看到自己当时的表现 于是有一天我趁不上班的时候 自己待在家里一个人默默地看 我和我老婆结婚的录像带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我的丈母娘不但没有为难我 还同意把他女儿嫁给我 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婚后没多久 我老婆就怀孕了 十个月过去 我老婆给我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样老丈母娘更是高兴不已 也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不但有了房子 老婆最后还来了一个孩子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可是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 突然录像带里传来一阵很熟悉的声音 我仔细地在听 原来是我老丈母娘和我老婆的对话 起初我没有太在意 因为我觉得一定是老丈母娘和媳妇两人之间悄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女儿结婚的时候 父母是最舍不得的 可是当我听着听着 觉得老丈母娘和媳妇之间聊天 越来越不正常了 我突然听见丈母娘对我老婆说 闺女你自己嫁到那边去 一个人要小心翼翼的 不要让你老公发现 你肚子上面曾经有一条疤 这条疤就是你为别的男人所生孩子 如果你要让他知道了 他一定会觉得你欺骗他 也会觉得我们家都是骗子 顿时间我才回想起 为什么当天和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我丈母娘竟然没有问我要彩礼钱 她给了我很多钱 顿时间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最傻的男人 被自己的女人曾经戴过绿帽子 竟然还傻乎乎的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男人 于是当天当我老婆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立刻跟她提出离婚 她还问我为什么 然后我就把录像代理的那一段播出来给她看 她当时也无语了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走到了尽头 因为我觉得婚姻当中两个人一定要相互信任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和坦诚都没有 那一定不会长久下去 你们觉得呢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